公民崛起大家一起来翻转 大家午安我是汪吉平 昨天晚上漏夜侦询 糟了翁启会已经列为被告 可能是背信也可能是贪污 那么果不其然这一回来 真的就开始被检掉给起诉了 我们等会谈一下 过去许多科学家来台湾 也是因为事件的一被起诉 高高的起诉 但是最后都无罪 但是背后这些受害者 我们说这些疑似犯罪者 真的是身心俱疲 我并不知道替翁启会说什么话 但是事实上有些问题 确实是必须要釐清的 好我们今天就来讨论 这个重点 在这个讨论重点 我先提一个就是 我们石修委员并不太喜欢的人 这个人叫做郝龙斌 那我不是 我也不是很喜欢提他 但是这是2015年3月26号 写了一篇文章说 郝龙斌暗奉科文者 市政不该打掉重练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 有人建议他在520之后 科市长应该把所有的员工 全部打掉 就一级主管全部打掉重练 到底当时他说什么东西 他在这个2015年3月26号 说的这么一句话说 治理城市不是要变成 是要把你治理的城市 变成superstar 而不是你市长本人 变成superstar 现在听起来格外的讽刺 到底科市长遇到这问题 何去何从 我们在今天第三段石修委员这边 我们要替他把把卖 好但是另外就是集中所谓的 就是翁企会的事件 那有8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 来 有没有违背这个移转利益呢 那么这里谈到说 两年之内不能投资 既转的厂商是规范行政人员 那么院长算不算行政人员 那么疑点2 那么卖10张算不算是内线交易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议题似乎已经不是讨论重点 讨论是alpha 等我来说一下 那么第三件事情 那有没有借名股票呢 就翁企会自己说 我可能有其他被借名股票 就这句话剪掉就把他抓起来 你有借名股票 那他这个翁企会是说 我有把钱借给了 就是这个 就是张念慈 那么张念慈是把这个钱去设了alpha 这个事情又被这个扯起来 那因为这句话他恐怕就涉及到贪污了 好 那么1.4呢 到底这个翁企会有没有参与做空 跟做多股票 翁企会回答很直接 说我对做空做多 我没有想法 我是一个科学家 好 1.5 那么小英要你辞 你为什么不辞呢 是因为马英九叫你不辞吗 那么引爆一个这个话题 然后去烧这个蔡英文吗 会是这样吗 因为中研院院长 前院长李院长 最近突然之间又跳出来 而且声音非常大 到底这把火是烧到谁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1.6 那么不再帮忙卖 替女儿卖股票 可不可以解套呢 因为这句话用在这个 小英也很适合 小英的哥哥付贷投资 也说他股票信托了 现在又烧到经济部长的这个弟弟 这把火烧起来 恐怕是蓝绿都烧到 好 1.7 那么是因为翁企会程度太好 还是台湾媒体的立委程度太差 翁企会再次强调 没有失败这两个字 只有台湾媒体才看到 那么会把这个焦点距离远一点点 还是翁企会自己说的话 被剪掉一句一句 从背信变成是 哇 这个贪污呢 好 1.8 就要寻找曾明中了 因为曾明中最近口气变小了 是因为有杨世间吗 好 那么当然 这件事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这是来自于苹果日报说 翁企会其实现任下一步 蔡英文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么这是会烧到蔡英文呢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这事件似乎是越闹越大 有点点真的看不太懂 等会我们会请这个 就是徐清皇 还有这个定义律师 来讨论一下 其实之前有类似案例 最后结果这些所谓的 被指称是犯罪者 后来真的结局是很辛苦 但是无罪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引力卖股上益 耗鼎认罪 那这是张念慈 他设立一个阿法公司 那阿法公司大卖股票 卖的真的是稀花啦 那么张念慈说 他认了这些阿法股票 是他这个设的公司 专门是为这个号鼎而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阿法又有号鼎呢 可能观众朋友听得无煞煞 不过我们来说一句话 打开号鼎的名单 这是吓死人一堆名人 我们来再比判一下 这些名人好不好 这个公司是很特别 来我们包括了谁 包括了尹野良 张念慈 翁玉秀 翁玉秀就是翁 这个翁院长的女儿 还有林昌海 讲到林昌海 我们股票市长一定知道 他是股市文人 还包括了许庆祥 小S的公公 炒作股票 从这个观光一直到生计 都有他的名字 号称帝宝邦 当然更大家注意到 就是蔡盈阳 那么蔡盈阳的股票 买进的时间点 非常非常早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在这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又多了一个人 他叫做李世仁 李世仁是谁 李世仁是我们经营部长 经营部长的弟弟 但是李世仁曾经已投资 这个automal 也就是我们说的 号顶而成名 他投资号顶而成名 现在他闪持 号顶的董事 是因为他董事 是关系人交易吗 他也知道事件发生吗 这把火 能不能继续烧下去呢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事实上这里最重要的事情 是有个手法 这个手法杨师既然也用 我们的这个国发基金也用 那当然这个alpha也用 就是你最后是海外信托 那么部分的互相具甲 就用海外信托 握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么这个事情 是我们政府不为吗 过去八年都知道这事情 为什么不为呢 是现人去犯罪吗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上次讲的事情 到目前完美就解决 国发基金也是列为 所谓巴拉玛避税的公司 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政府不把这事情讲清楚呢 好 当然最后一件事情是 我们还是提一件事 2017年的时候 蔡英文成立了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杰森 杰森成立了这个台帽 台帽就做了很多投资 包括宇昌 那么这是2007年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仔细来看 那么富泰投资 是在2001年3月27号就买的 买的金额恐怕只有25块发行 更便宜 那么他事实上是2001年就买了 好 那这个事情会不会烧更大 这里背后有没有什么政治的阴影 阴霾呢 好 那当然这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的去了解下去 好了 但是我要回接 是我们政府都知道这些事情 为什么他不把这个境外公司 好好管理呢 好 继续这把火烧了 烧到杨世间 为什么杨世间没有人去查呢 因为这跟连跟马有关吗 好 还是检掉想要转移焦点 不去查杨世间 杨世间拿的是国发基金的钱 而且到境外开公司 而且还投资了这个耗顶 而且赚很多钱 而且有没有进到国发基金 不知道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当时就说 你用国发基金掠夺国内资本市场 为什么没有人提呢 好 另外一件事 最恐怖的事情来了 来 我们法务部竟然通报了中国 在第三地抓台湾人 这个人很可能是谁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他 他现在在中国替台湾 谈这个法务的合作 会不会有听到毛骨悚然 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追踪 因为更多市政已经出来了 好 最后一件事情是 这个曾治长说 现在中研院院长的领选 已经成为国际笑话了 李远哲也是笑话之一吗 我不知道 李远哲怎么签得这么厉害呢 现在连这个 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现在还说一句话说 中研院已经染上了铜臭味了 我们是要考虑把中研院给废了 因为事实上中研院也奇怪 大杂混 又有生机 又有物理 又有化学 又有历史 又有文学 又有语言 真的听起来我都昏了 那么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一一来厘清 最后我们会谈到柯文哲 这些总统的故事 我们都会有这些重大的焦点 我们意外讨论 那第一位当然要请教的是 政治评论人 钟年华 年华你好 节名好 大家好 年华我们真的是 台湾是多事之秋 现在这个号鼎事件 变成现在是头条消息 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出口已经 出口订单连续12黑 我们出口连续15黑 今年GDP只有1.16 这件事情没人在意 在意号鼎 因为号鼎容易操作 其实你看今天媒体 把案情写得很复杂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等一下看完我们节目 观众朋友就很清楚 好 那接下来是 情敏党发言人徐家庆 家庆你好 大家午安 WHA还没有通知我们派谁去 这个我上礼拜已经解释过了 对 我就是已经又一个礼拜了 所以再问你一次 要不要再解释一次 这个应该问现在的卫生福利部 相关的作业幕僚上面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再去追踪的地方 OK 我们也期待说这个疾病无国界 那大家可以摒弃政治上的思考 中国还可以操作这种议题吗 好 我们问一下前台北市议员 杨师兄 杨师兄委员你好 你好 最近的消息是说叫柯P520就全部打掉重练了 真的有这么悲惨吗 现在铁达你好 已经启用柯师傅了 当然我觉得柯P就像郝龙斌讲的 也有一部分是对 当你变成Superstar的时候 所有的光芒都集中在你的头上的时候 你下面那八万员工 就会有一种看好戏的心态 看好戏 天哪 因为你不可能靠一个人而取代那八万人 这是柯P要检讨的 你国家薪水怎么可以看好戏呢 好 另外是我们今天请到律师黄定义 定义你好 主请 大家好 贪污跟贝信最大差距在哪里 行度差很多 然后他跟公权力之间有没有关联性 贝信是多少行度 五年以下 那如果他是贪污之罪条例的犯罪 我看今天媒体所写 不管是 如果是徒利罪 他是最低消费五年 他就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如果说还有媒体去指涉说 是不是有跟他的公权力行使 有对价关系 那这个部分如果在违背法令 这个违背职务收费罪的部分 在贪污之罪条例第四条的规定 其实最重他是无期徒刑 所以这个行度是差不多 五年以下到无期徒刑 翁启卫恭喜你了 你可能是无期徒刑 来 资深媒体人 也是政治评人康仁俊 仁俊你好 今天好 大家好 现在这把火一烧起来 几乎是大家都中 可是问题是 马英九这时候安静了 我觉得这个案子 当然必须要查清楚 也就是说 第一个中研院 我想大家都不会希望说 中研院因为这种少数的个案 然后整个的名誉扫地 甚至斯文扫地 不過看起来 现在确实有一些 我们过去在所谓的 技转的相关规定 或中研院在整个的研发过程 这个跟厂商里面的互动 确实有一些需要检讨的工作 一个所谓以学术为主的 怎么现在变成技转中心了呢 好 这问题我也要问一下 来 资深媒体人 政治评论 这个徐清华 清晃利好 前面好 大家好 中研院在我以前 在中研院工作的时候 它是一个学术中心 现在变成技转中心 股票操作中心 连减调都冲进去了 中研院废了算了 其实现在的问题是说 因为翁启卫当初的想法 是觉得就是说 今天学术要开始慢慢 让他可以商业化 他才会有价值 所以翁启卫过去几年 其实在推动是这样 所以你才会看到就是说 中研院过去几年 一直在鼓励技转 因为你只要上中研院的 那个制裁处去看 你大概就知道 他们在推动的事 好 所以中研院变技转中心 你可以接受吗 先进个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敏